她是世界上最险门的杀人相机 只要被拍到就必死无疑 而且死状凄惨无一幸免 他们有的变成了吊丝鬼 有的变成了刀下亡魂 还有的从高楼自由落体 变成了孤魂野鬼 好奇的女人百思不得其解 便让男友拍照验真伪 见对方迟迟不敢下手 还面目猙獰的高声呵斥 阿南是摄影系即将毕业的穷酸大学生 为了实现和女友小美出国深造的甜美愿望 她找到了最权威的摄影导师指点一进 好获得巨额奖学金元吗 导师一眼看出阿南心思 将一台高精密照相机放在眼前 只要用它拍够七个人 出国经费就唾手可得 面对着轻而易举之时 阿南满怀欣喜地爽快答应 殊不知一场借刀杀人的血案就此开启 第一个拍摄对象 是一个正能量的残疾运动员 只是在拍照过程中 总有莫名白影闪现 阿南以为是相机镜头的问题也没在意 好在最后还是成功捕捉到了对方的正脸相 回家后阿南将照片写了出来 就在影像显现的一瞬间 运动员这边却出现了意外 他被神秘力量悬在半空停止了呼吸 阿南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照常出门拍照 看到一个乞丐淡然的剪吃剩饭 就顺手拿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在女友的引荐下 两人找到网红笑吃摊的摊主当素材 没想到镜头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脏不垃圾的女鬼眼 女友看到阿南的迟钝表情后 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相机 原来之前一个学姐也曾使用过这台相机 这时好友寸头打来电话 告知了运动员疑死疑死 晚上阿南刚写好照片 摊主俩老板就被挟碎入侵 双双丧命 阿南看到残忍的凶杀实况后 认为相机是隐形杀手 便找到导师解惑 可对方却说 现在每天都有人死 根本不足为奇 相机杀人简直荒谬至极 况且一个相机怎么可能会杀人 如果毕业前不能完成七人照片 那就只能与国外紧修擦肩而过 为了那个遥不可及的心愿 阿南只好委屈修权 继续寻找拍照素材 另一边女友找到了学姐 家人了解情况 原来学姐一直是个阳光女孩 自从毕业前从导师那里 得到这台相机后 整个人就变得萎靡不正 身姿骨也变得越来越弱 最后干脆把自己给拍了进去 只留下了那台杀人相机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阿南肯定正处于危险当中 小美赶紧寻找阿南告知真相 可此时的她正为三个年轻的业界精英拍照 等小美带着寸头赶到现场时 这三人早已英年早逝 感知到相机杀人的邪切后 两人便找到阿南对峙 对方却口是心非地不敢直视 小美见状直接拎着相机横床导师工作室 对方见她来势汹汹 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清高表情 还趾高气扬地反驳相机不会杀人 甚至用激将法让小美给自己拍照验护 小美毫不客气地拿起相机 正准备拍照时 导师背后的漩涡画像 却自行动了枪 看到这个稀释魂魄的鬼像 小美直接摔满而出 同时还告假阿南赶紧将其扔掉 可对方却鬼迷心窍 直接带着相机夺满而出 岂是对相机杀人一事 他心知肚明 但是为了拿到奖学金出过深造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完成任务 现在他已经拍够了七个人 但导师要求太过严格 却说现在还差最后一人 无奈之下 阿南找到了重病垂危的舅舅顶地 没想到在按下快门的前一秒钟 对方却突然断气 回家后的阿南也出现了 学姐当初的各种不适症状 情绪也变得越发暴躁 犹如一个癫狂萎靡的精神病患者 由于无法承受心魔 他就想通过自杀来完成自我解脱 就在他准备跳楼结束生命时 一位女模特发来短信 请他帮自己拍照 阿南爽快答应 没想到正准备下手时 小美却赶到了拍摄现场阻拦 不仅拥有于撵走了女模特 还将阿南一顿数落 甚至还逼他给自己拍照 阿南被邪魔蛊惑 手指向着快门慢慢靠近 另一边的导师已变成了赤眼怪 想控制着阿南做出选择 好在他靠着坚强毅力 一把推开了相机 然后跪在地上抱着牛苦苦忏悔 自己确实不该用相机故意杀人 为了寻找背后真相 三人开始上网查找那幅巨峰化的相关资料 这时之前的乞丐突然出现在窗外 阿南看到后惊无万分 自己明明也给他拍过照片 为何他却平安无事呢 看来这就是相机的玄秘之处 阿南急忙冲进暗房查看照片找端倪 原来对方一直是低头状态 由于没有拍到眼睛 所以就躲过了一街 而其他人则正好拍到眼睛 所以全部遇难 找到了相机杀人的奥秘之处后 三人又找到了开佛像店老板结婚 对方是一个资深怪谈家 他认为相机杀人真实存在 这主要是和撒旦邪教有关 相机会通过拍照捕捉灵魂 献祭恶魔 如果成功获得七个亡灵 就可将其复活 如果没有凑足灵魂 那么在地狱之门打开之时 恶魔就会将是夺魂 直接将相机持有者带走顶替 这也就是学姐被带走的真正原因 现在悲剧再次将临到阿南身上 其实那个巨峰画像就是恶魔之眼 只要拥有它就会有超强魔力 也就是说现在的导师无人能抵 为了抵恶魔解救阿南 佛像店老板就把一串避邪手串送给了他 同时还将一块曲械陨石送给寸头保平安 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祈求他们自求多福 随后三人整装待伐 轻装上阵 来到摄影展找导师报仇 不管他是恶魔仆人还是邪教信徒 都不能让他继续残害无辜 看着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阿南灵机一动 决定用相机对焦悄悄终结他 只是现场人多眼杂 根本拍不到他的正眼照 为了快点结束战斗 寸头直接上前驱赶多余人头 经过两人默契配合 阿南终于成功拍到一张满意亮照 就在他们万分欣喜地拿出喜好的照片时 却发现他的眼是闭着的 而照片的画框里竟出现了一个熟悉面孔 看着自己支勾勾的墓室前方 寸头害怕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本想好心扫恶 没想到却成了那个歪打正着的第七个亡灵 看到他吃牙咧嘴的恐惧表情后 阿南只好将避邪手穿送给好哥们 现在离地狱之门打开已不到一个小时 为了结束这场永无止境的杀人闹剧 也为了不让其他人被相机锁密 阿南偷偷来到了导师画室 决定在恶魔之眼画像前 完成最后的自拍救赎 就在他按下快门的刹那 导师突然来到镜头前阻止 他要让阿南成为他的永久奴隶 阿南不想做一代笔直接转身 准备给他拍张死人照 导师伸知相机的杀人功效 就威胁阿南放下相机 否则出国留学就是一片泡影 这次阿南终于硬起了一回 狂按快门不停抓拍 突然他调转方向对着镜子咔嚓一按 就这样一张完美的露眼罩成功出炉 但这样还不算完成 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洗出照片 才可彻底终结导师 获取到满意照片后 阿南开启跑酷模式急速逃离 导师知道自己被锁定 他没有亲自追杀 反而异常淡定 随着眼球的再次冲血 身后的恶魔之眼画像又开始了转动 一股神秘的力量瞬间倾泻而出 等阿南三人准备离开画廊时 跳楼的精英女鬼 却爬上房顶恐吓 不多时上吊的运动员又冒了出来 寸头一锤子将其干云在地 三人继续向楼上跑 这是一团黑烟化作 他为女老板乍现眼前 对方手持凶器偷袭 幸好阿南手机眼快一把拦住 让寸头带着小美赶紧跑路 没想到俩人却被精英女鬼堵到了厕所藏身 对方拿着斧头疯狂砸门 寸头上去就是一脚 趁机逃出了狭小空间 女鬼急忙上前掐住寸头示威 寸头也毫不示弱 直接把对方头颅砸出了大血窟窿 面对杂头痛感 女鬼直接将寸头狠狠地甩了出去 正好避兮手串和驱邪陨尸摔落在地 没了护身符 女鬼直接入侵了寸头身体 想掐住小美顶人头 此时另一边的阿南也正被众多亡灵围困 就在他即将领和犯之时 陨尸泛弃正义红光 直接把所有恶魔傀儡吸了进去 小美和寸头获救 阿南也侥幸逃过一劫 但恶魔不可能就此放手 只见那张诡异画像再次翻起波澜 一只体型庞大的老鼠怪被召唤了出来 他直扑阿南一顿暴虐 阿南手无寸体 只得趁其不被溜之大吉 却被导师堵住驱路索要胶卷 阿南只好跳进怪兽嘴里强行拒绝 没想到他却来到了 被导师制造的魔界幻境 用假象引诱他交出胶卷 看着成功到手的假胶卷 导师沾沾自喜 殊不知阿南早就把正品胶卷交给了小美 随着清晰照片的显示 导师直接被黑暗力量吞噬 最终欺人陷阱完美杀青 而阿南也死里逃生重获新生 阿南 阿南 阿南